警察人员把过期食材调味料 一罐罐罗垃圾带里倒掉销毁 桃园市的魔法城堡餐厅 被消保处人员发现 肉桂粉回箱子看调制奶水等 总共有20件逾期食品 台中市西区的小乐园和洋餐食 也被发现橄榄油 榛果糖浆等调味酱 超过21件逾期食材 已就两件业者食材违规情形最严重 它的预期食材竟然发现高达20种项目以上 这个部分在以往我们在稽查的时候 是比较少见 违反食品安全管理法的规定 会被处罚6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的罚款 除了桃园市的梦工厂青子餐厅 被发现有6件过期食品外 包含连锁的大树先生青子餐厅 在台中市北区的分店 已有两件逾期食品 当下通通立即现场封存 4件业者们各自开罚6万元 青子餐厅守不了供应餐点 却从调味料到食材过了保鲜期 还不丢品质实在令人堪忧 它的种类品项太多了 甚至有一些是食材类的 像豆豉之类的 它本身它已经不仅仅是调味料 这个部分了 使用过期食品 业者们低调不回应 校保处机查全台武县市 17间亲子餐厅 却只有一间全部合格 其中消防安检 也是业者营业的一大安全漏洞 一间其实本来是不应该 对方找到 对啊 云南县的梦幻baby亲子餐厅 还有台中市蛋黄哥五星主厨 餐厅旗舰店 以及台南市的同乐岛 都被发现有逃生安全梯 堆满杂物阻碍逃生 甚至灭火器压力不足等问题 小子化商机 让亲子餐厅成为 现代小家庭 常去的休闲场所 但业者的把关 似乎还得在家把劲 记者是温贤 谢又云台北报道 好